我们看到这个题目 数线上有相似两点 A点坐标是-1 B点坐标是小B 其中小B是小于-1 那么这时候B点是在A点的左边 这时候将AV线段五等分 由左至右得四个等分点 P点坐标是-7 Q点坐标是小Q R点坐标是小R S点的坐标是小S 求这小B和小R之值 那我们根据题 画出这个图形 这时候A点坐标是-1在这里 B点坐标是小B在这里 那么PQRS把AV线段五等分 那这时候R点呢 这是A点和P点的终点 所以我们要求小R 我们利用终点公司 这是等于 这-7加上-1去除以2 所以呢 -7加上-1 再去除以2 这就是等于 -8去除以2 所以我们算出小R 是等于-4 这个答案 好 这个我们要算 B点坐标 这小B是多少 那我们利用 这B点跟A点的坐标 那这时候呢 这BP线段所占的比例是1 那么 PA线段所占的比例 这时候是4 那我们利用分点公式 这个-7 这个-7是等于 这比例相加当分母 然后交叉相乘再相加 当分子 好 那我们分子先写 这4乘以B 这是4B 然后加上1 乘以-1 这是-1 那加-1 就是-1 好 那除以 这比例相加 这是5 因此呢 我们把5乘过来 那么 4B-1 这是等于 5乘以-7 这是-35 所以把1 移向过来 我们得到 4B是等于 -35加1 这是-34 因此 把4除过去 我们得到B是等于 -的四分之 34 那么分子分母 同除以2 我们就得到 这是-的 二分之 17 这个答案